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的清洁能源推动是否会成为其成功的牺牲品 日本和越南同意加强关系 并开始讨论在中国威胁下的日本军事援助 全球汽车制造商转向中国寻求电动汽车经验 邓宇在首席执行官被逮捕后成立管理委员会 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债务买家不会消失 请大家收看 拜登的清洁能源推动是否会成为其成功的牺牲品 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标志性清洁能源倡议 通胀减缓法案 引发了太阳能行业的担忧 国内外的生产速度威胁到市场供应过剩 可能会导致太阳能电池板价格下跌 供应超过需求 这可能成为拜登的一个严重负担 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工厂关闭和建设计划取消 拜登政府急于强调 这一次 通胀减缓法案中的税收激励措施 旨在吸引私人投资者 只有在太阳能电池板销售和安装时 才会给政府带来成本 美国太阳能行业 对廉价中国进口产品的涌入特别谨慎 该国在维持对太阳能电池板组件的控制方面 投入了大量资金 创造了满足全球年需求的能力 直到2032年 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保护呼声 在国会得到两党的支持 新的立法提议 旨在打击中国规避贸易执法的努力 日本和越南同意加强关系 并开始讨论在中国威胁下的日本军事援助 美联社 日本和越南已经同意加强安全和经济联系 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两国计划扩大安全合作 开展国防装备和技术转让 并讨论一个新的日本援助计划 另向志同道合地发展中国家的军队 日本一直在与越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越南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关键国家 在该地区发挥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作用 这一举动意味着日本已经与美国 中国和印度一起成为越南的顶级合作伙伴 两国还计划在贸易 气候变化和经济等各个领域扩大合作 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全球汽车制造商转向中国寻求电动汽车经验 华尔街日报 大众汽车希望将在中国退出新车型的时间缩短三分之一 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 并从本地采购更多零部件 而不是从德国采购 预计将帮助大众汽车将新车型的上市时间 从四年缩短到2.5年 大众汽车是中国市场的领导者 占据了约40%的销售份额 但随着中国市场转向电动车 其市场份额一直在下降 斗鱼在首席执行官被逮捕后成立管理委员会 华尔街日报 中国直播平台斗鱼在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绍杰 被逮捕后成立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 该委员会包括首席战略官苏明明 董事会成员曹浩和副总裁任思敏 公司尚未收到陈被逮捕的正式通知原因 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债务买家不会消失 华尔街日报 日本是美国主权债务的最大持有者 持有1.1万亿美元 尽管对其超宽松货币政策存在担忧 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乔恩 新德鲁的报道 日本不太可能停止为美国政府提供融资 随着套期保值成本的上升 日本的银行 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一直在将资产本土化 但今年已经出现了逆转 该国再次成为国际债务的进买家 可能是因为自夏季以来 由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相对于美国利率的上升 套期保值成本略有降低 越南将与日本的关系升级至最高水平 路透社 越南和日本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凸显了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日益重要地位 尤其是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中 此举预计将为越南带来更多外国投资 因为企业将从中国转移运营 日本是越南第三大外国投资来源国和第四大贸易伙伴 包括佳能、本田、松夏和普利斯通在内的几家日本跨国公司 已在越南投资 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地区制造中心 越南和日本都与中国存在不同的海上争端 并且此前已达成贷款协议 用于越南建造巡逻船只 什么是全球南方 以色列、加沙战争如何塑造其角色 南华早报 以色列、加沙战争促使全球南方国家 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上 形成了罕见的共同声音 全球南方是一个包括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后殖民地 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样化群体 许多全球南方国家 特别是那些拥有庞大穆斯林、正统犹太和基督教人口的国家 对北美和欧洲主要大国在这场冲突中 所表现出的双重标准感到愤怒 他们认为 主要大国没有将对加沙平民基础设施的袭击视为战争罪行 也没有对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表现出足够的同情 然而 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缺乏明确的领导或结构 全球南方不太可能行动一致 中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了与全球南方许多国家的联系和影响力 它借此机会通过言辞来赢得该集团的声望 中国一直呼吁立即停火 并派遣特使前往中东敦促冲突降级 然而 专家认为 中国改变加沙地带现状的影响力有限 降级的责任仍然落在美国和拜登政府身上 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或西方 在以色列加沙战争上没有明确的分歧 全球南方国家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和利益 这使得他们很难协调行动 全球南方这个术语定义模糊 缺乏明确的定义或支持组织 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可能在某些共同观点上 存在一些共识 但没有有意识的努力 使他们在特定冲突上保持一致 中国急于遏制即将到来的银子银行危机 华尔街日报 中国当局对中置企业的多名员工 采取了形式强制措施 中置企业是中国最大的银子银行之一 一直在努力向投资者支付款项 该企业表示已经无力偿还债务 负债至少比资产多310亿美元 警方的调查是中国对中置问题的回应升级 此前已有两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向该公司提供援助 中置企业管理的资产约为1080亿美元 中置企业的崩溃可能对中国的投资者信心产生重大影响 大众汽车告诉人工准备裁员以节约成本 彭博社 大众汽车品牌正在考虑裁员以降低开支并提高盈利能力 该品牌首席执行官托马斯·谢福表示 谢福表示 由于几个市场的巨大压力和其电动汽车订单低于预期 明年对大众来说将是困难的一年 作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大众正在制定一项计划 以提高回报率并与特斯拉等竞争对手更好的竞争 同时欧洲和中国的需求不振 首席执行官奥利福·布鲁默希望大众品牌 在2026年前实现持续盈利约110欧元109亿美元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进展顺利进行中 最终阶段不会很遥远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华早报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 中国正在最后阶段开发央行数字货币CBDC 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 周小川表示 中国90%的零售支付已经数字化 只有10%需要转向CBDC 周小川还强调了一旦CBDC建立起来 跨境支付和代币化应用的潜力 这些评论是在中国继续推动和发展其CBDC的进展中发表的 该计划于2019年首次宣布 志愿者们蜂拥而至以填补以色列的空缺职位 每次一架飞机 华尔街日报 志愿者们蜂拥而至以填补被征兆入伍的以色列人的空缺 一个例子是来自新泽西的Dol Franco博士 他飞往以色列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志愿者 前往埃什克兰的巴斯莱医疗中心 该医院目前正在治疗最新一轮战斗中受伤的人 美国国务院已发布警告 告诫人们不要前往加沙 以色列和西岸 但许多人选择无视这些警告 仍然前往以色列 前往以色列的志愿者中包括紧急志愿者项目派遣的20名消防员 该项目的主管Scott Goldstein不得不长时间工作 以协调志愿者的旅行 该组织使用彩色编打系统来识别具备必要技能和经验的医生和消防员 Goldstein还评估潜在志愿者是否有可能干扰他们 治疗所有人的政治或宗教观点 旅行安排尽快完成 因为机场随时可能关闭 不希望天真的人去那里 成雷对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警告 澳洲ABC 澳大利亚记者成雷警告澳大利亚人前往中国存在的国家安全风险 然而 尽管他在中国被关押了三年 成雷并没有排除返回中国的可能性 成雷强调在访问中国时要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法保持警惕 他还强调了理解中国历史和习近平主席面临的压力的重要性 成雷表示 中国希望恢复其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并感到自己在内外受到攻击 巴基斯坦父亲因女儿与男孩合影而进行荣誉谋杀 南华早报 巴基斯坦一名男子因为他的十几岁女儿在社交媒体上与男孩合影而被逮捕 人权组织大社国际表示 由于伊斯兰法律中的一项条款允许受害者的亲属仍然犯罪者 所以杀人犯通常不受惩罚 TikTok的所有者想要制作一款热门视频游戏 但失败了 华尔街日报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正在逐渐停止其视频游戏业务 并裁员其视频游戏部门Newverse的数百名员工 字节跳动正在精简运营 专注于核心业务并提高利润 这是继本月早些时候对其虚拟现实头盔部门Pico进行类似调整之后的举措 该公司现在正在寻找以50亿美元估值出售游戏开发商Montan 据报道 腾讯正在与字节跳动进行谈判 以接管其至少一个内部工作室 一家河安博物馆在俄乌之间的法律纠纷后将克里米亚珍宝送往基辅 美联社 一批历史珍宝曾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一场法律纠纷的焦点 已经安全运回乌克兰 这些文物包括一顶十星黄金司机太人头盔和一件黄金项链 他们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的所有权纠纷期间 一直存放在阿姆斯特丹的阿拉德·提尔森历史博物馆 在一系列下级法院的判决之后 荷兰最高法院于六月裁定这些珍宝必须归还给乌克兰 而不是归还给他们其人的四家克里米亚博物馆 克里姆林宫坚持认为这些文物应该归还给克里米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些热门的新闻 首先是关于拜登的清洁能源推动 拜登总统的倡议引发了太阳能行业的担忧 担心市场供应过剩 导致价格下跌和工厂关闭 但拜登政府强调 这些税收激励措施旨在吸引私人投资者 只有在太阳能电池板销售和安装时 才会给政府带来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项倡议并不会成为拜登成功的牺牲品 接下来是日本和越南加强关系的消息 日本和越南计划扩大安全合作 并讨论一个新的日本援助计划 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军队 这一举动显示出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 也加强了日本与越南的合作关系 这对于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然后是全球汽车制造商转向中国 寻求电动汽车经验的消息 大众汽车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 并从本地采购更多零部件 来缩短新车型的上市时间 随着中国市场转向电动车 大众汽车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保持竞争力 此外 中国直播平台斗鱼 在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被逮捕后 成立了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 这显示出斗鱼对于管理层的重要性 以确保公司正常运营 还有一条关于全球南方的新闻 以色列加沙战争 促使全球南方国家 在外交政策上形成了共同声音 中国通过其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了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和影响力 但是 由于全球南方国家的优先事项和利益不同 他们很难在特定冲突上保持一致 最后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开发进展顺利 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推出 这对于中国的金融系统和跨境支付有重要意义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请大家留言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 本文为 AI机器人自动生成 仅供参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